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林克安 他是非常棒的Bass手 就是低音大提琴 對 那他非常的榮幸 因為我們的演出幾乎貫穿全場都有他的部分 對 那我們來請他自己自我介紹 好 這次就是能夠跟彩琳 然後泰國泰舞團這個參與這個演出 其實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我們是在一個流行的演唱會上面認識的 那我們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圈子的人 那我自己本身是做比較多流行的演唱會 然後爵士的 比如說在爵士酒吧演出這樣子 所以第一次他有邀請我來做這個舞蹈的配樂 全部都是挑戰 完全是一個從完全一無所知的狀況來慢慢學習的這樣 那我們配合了我們在這個彩排已經有將近一年的時間 從年初就開始 我很感謝他 因為他其實花很多時間跟我們一起排練 對 因為大部分的樂手可能很忙 那沒辦法一起排練 沒有辦法投入那麼多時間 對 但是我丟給他們 丟給他很多音樂 然後我給他很多的期待 然後我們演出又要很現場感 是舞者跟音樂幾乎是一起的 所以是 而且只有他一個樂器 他可以創造出非常特別的 比如說他也可以堆疊 或者是他可以有特別的聲音 除了彈播可能有敲 可能有各種不同的方式 那我覺得他可以介紹一下 就是說 讓大家期待一下他的演出 就是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 其實很少有一個樂器可以做各式各樣的變化 在 好像那個你是真的聽到心裡面他的掙扎 或者是他的顫抖 或者是那種聲音 好 客人講一下 什麼叫一個樂器很多變化 非常掙扎 因為 其實我的樂器是Bass 就是負責比較低音的部分 那其實這個樂器 90%我的工作都是在伴奏的部分 那但是突然在這個舞蹈裡面 我要擔任一個 有可能是一個主軸 主旋律 對 一個主旋律 或者是他要創造一些聲響 那這個東西都是我 平常工作上面不會做到的事情 可能都是 一些有趣的實驗的時候才會用到 那加上我這個樂器 我們一開始想像就是 他可以帶來一點心跳的感覺 因為他是比較低音的 然後他的用波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 有點低頻會打到你心裡面的感覺 那 所以就是在我們的第一幕 其實就是Bass solo 那我想盡了各種的辦法 讓我的樂器可以表現出不同的面向 因為我希望可以不要只待在某一個面向 所以比如說像有彈波奏的部分 然後有拉弓的部分 然後有 對 有時候敲吉他 然後或者是用弓來拉一點雜音 雜音 然後我們加一些效果器 然後還有就是 因為我本身是也是 也有彈電bass 所以 我們 我有用一個loop 就是我可以循環 我可以彈一個節奏 然後我在這個節奏上面 再拉另外一個旋律 然後堆疊上去 做一個 超過一個人可以做的事情 這樣子 那這些都是完全是現場 所以 他們舞子也非常辛苦 因為我們 每一次其實都會不一樣 然後我們 我們眼神是不是還要交會 在某一個這個Q點 已經 他應該已經自己熟每一個舞步了 對 就是我們會有 對 這個東西你也沒有辦法斜譜 你也沒有辦法 對 就是 非常 而且就是每一次都不一樣 他們的 舞步也不會說長度都是一定 一樣的 所以 其實跟我在平常表演的時候 我們爵士樂手其實有一個即興的 一個主題 就是 可能同一首曲子 我們的詮釋方式可能是完全不一樣 今天很快 明天很 很抒情 都是有可能的 還是會跟心情有關就對了 會有 然後 那跟舞者又是完全另外一個 一個狀況 所以 但是這個本質上面 這個即興的內容是 完全一樣的 所以你是第一次跟這樣的 現代舞團合作嗎 算是 對 之前有跟劇團 然後 當然就是其他演唱會各種的 但是 我們通常跨界的話 比如說 有時候可能跨到一些古典的 這些都還 蠻可以想像的 但是 到一個 幫舞團伴奏 又是一個貝斯 擔任一個很重的角色 非常 非常 希望他 對對對 嗯 因為 其實我們很難找到一整齣出舞 都是 幫你選好音樂 所以我們都是 這邊選一點 那邊選一點 拼湊出來就對了 對拼湊出來 可是 我一直想要讓這個作品可以有一個完整性的一個脈絡 所以 他都幫我喘起來 所以 呃最開頭 然後 中間一點 然後 尾巴 他也會又跑出來 嗯 對 然後還有摳拉琴 還有非洲鼓 還有 其實我還有放一些其他的音樂 但是我需要一個這樣子 像一個詩人 或者是像一個另外一個視角去切入這 把它貫傳起來 好 其實剛剛有演出一個片段 要不要講一下剛剛的整個狀況 你個人覺得怎麼樣 就是我們是演我們的比較後半場的一個內容 那一開始會有一個 我們是到時候會有一個水 地板是會有水的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 對 做一個水波的感覺 那我貝斯先開始 然後用波奏的 然後慢慢那個摳拉琴加進來 那他的聲音就非常適合像是水一樣 然後舞者的這個波動 然後摳拉琴會跟著走 然後到了後面中段的時候 那個我們的摳拉琴手 穆斯拉他有做他一首他自己的歌 對 然後我們那一首歌就是 我剛剛有問他 他是一個贊送他人的一個歌 就非常正面的 對 然後我們穿插他的原創的歌曲 然後後面我們會帶到就是他 我們非洲的節奏 然後就是是一個比較歡欣鼓舞的一個 最後一個比較高潮的狀況這樣子 對 然後舞者就是非常的跳躍啊 他們的動作就是跟我們前段比較沉重壓抑的 就是會有一個非常大的落差這樣子 你個人從一開始接觸排練一直到現在 算是有點這個小型的成果 你覺得你有什麼改變 或者是你在音樂性上會有什麼樣的差別 我覺得就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有一點 他沒有一個終點 他這個東西沒有一個 我們就這樣子就 就這樣一百分就這樣也沒有 我們每一次其實都有點不一樣 像最近我有想要在聲音上面 加更多的一些比如說一些效果 讓我們的整個音樂聽起來是比較modern一點點 對 我不想要就是說完全就是很原音的樂器 我們想要多做一些實驗一點的音效 對 跟我們整個的音樂其實會比較搭搭搭配 就算是只有我一個貝斯 我也想要他在這個聲響上面是比較實驗性一點 所以這樣子到這個演出當年 可能都還會有點不一樣 對不對 跟你們舞蹈也是一樣對不對 嗯 現場都有即時的去不同的狀況 我很喜歡跟不同的藝術家或者是合作的原因 就是當他們又再多付出一些 我又有給他們新的更多挑戰 然後他們又要去挑戰自己 但是就會覺得我每天一點一點在進步在前進 對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進劇場去享受這個很棒的演出 謝謝 好 謝謝兩位